這個幾千塊? 四十五 這麼小 這個是熟的,不過是小的 因為是這個 這個是重的 這個又是四十五 是呀,這個二十四十五 青也可以吃的 當然是熟一點 我昨天客人吃的兩個青也是很好吃 是嗎? 是呀,他吃的那麼青 這個這麼綠 是呀,他也是這樣吃的 一樣好吃 是呀,他說 他有炸武壇 菠蘿不可以自己熟的 是一定要時尚熟的 就是呀 香蕉就可以 當然不是呀 一樣會慢慢會黃的 水果分為周期性 Climate Territ 和非周期性 Non-Climate Territ 周期性的水果採摘了之後 仍然可以進行成熟 梅素把澱粉轉化為糖分 增加水果的味道和質感 這類水果有蘋果、梨、香蕉、蜜瓜、芒果、奇果 而非周期性的水果採摘了之後 是沒有辦法進行催熟的階段 任何處理方法都不能夠增加水果的風味 這類水果有提子、橙、菠蘿、草莓、金、奢利子、柚子 這些水果只可以樹上熟 這個台灣 樹上熟 樹上熟 金鑽鳳梨 買了菠蘿 應該怎樣切呢? 如果第一刀切菠蘿尾 這樣就糟糕了 因為你把菠蘿皮切一切一切一切 你會發覺你沒什麼位置握手 菠蘿芭so ליの撕大 就真的很糟糕 尤其然我們三孔人 whose指甲 被開中肥 н勝τά 切製時又不帶手套 做完之後都不知道給誰吃到了 所以切時一定要留來楓梨尾 有東西需要握手 這樣就會更容易切 先切初一下 如果菠萝肥矮矮的 就可以打圈切,像切蘋果皮一樣 但現在這個菠萝又長又窄,像木瓜一樣 打圈切切到上頂時較為平時 是很難切的 所以想想,都是打凍切好,不要打圈切 有沒有發覺我一時說菠萝,一時說鳳梨 其實菠萝和鳳梨都是鳳梨波,鳳梨熟 不過一個是姐姐,一個是妹妹 而這個就是台灣的鳳梨 鳳梨和菠蘿是有什麼分別呢? 鳳梨的釘是比較淺的 如果我切皮切厚一點 基本上是不用挑釘的 不過我又貪心,想多吃些肉 所以皮切得薄,所以就要把釘 還有這隻金鑽鳳梨的果肉是不用浸鹽水的 可以就這樣吃都可以 而菠蘿的肉就要浸鹽水了 否則吃兩樣吃,喉嚨就會硬 那些叫做菠蘿蛋白梅,未經鹽水浸泡 所以會有刺痛的感覺 台灣年產鳳梨是42萬公噸 那期是3月到6月 除了金鑽鳳梨之外 還有牛奶鳳梨,金粒鳳梨,西瓜鳳梨 如果要吃的話,真的要很久吃了 其實我們吃鳳梨不是吃它的果 其實就是吃它的花聚族 而它的花和果,就是 正說起了一粒粒的菠蘿釘 粒了下去,那些就是果 和那些是種子 就像我們吃草莓 一粒粒,像芝麻五小粒那些 那些才是果 而草莓也不是果 啊!跌了一粒 哎呀!又跌了一粒 還可以拿來種 這兩粒就失手了 三粒一粒 好,好,好 好,好早 哇! 我認為可以有消耗 大佛